今天是年菜的第二趴 蟹黃粉絲寶 先 STEVE nyak g 唐辛子 白芹 把材料 按下 把材料 白芹 鱼 切成 切成 有些水 切成 水 水 煮 水 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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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除草 骨 水 砂糖 成熟 小麦粉 加入 是非我用這小火 一會兒 洗個手間 先用手指 把水 炸 煮到 煮至少 中火 水 通過 加上辣椒 鸡蛋 放入鸡蛋 烤肉 放入鸡蛋 放入鸡蛋 再放入鸡蛋 盐 放入鸡蛋 蒟蒻 放入鸡蛋 將盐 放入鸡蛋 盐 放入鸡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今天是年菜的第二趴 蟹黃粉四孔 有沒有看起來有點厲害 其實我就一直覺得 這中間長得很像蛋黃 超級像 對啊 可是它是蟹黃喔 素蟹黃 用紅蘿蔔泥跟薑泥做的素蟹黃 不知道吃起來是什麼感覺 感覺很濃稠 來配合一個 配合一個 謝謝 來老闆 來一點 我等不及了 先來一口冬粉 滿滿的料 文筋蒸菇 大白菜的鮮甜有出來 豆腐 好吃 喔這豆腐好香喔 而且它有要咬一半之後 去浸那個你這個包湯的汁 浸下去之後再咬 它就吸了一些汁進去 我單吃一下那個蟹黃 素蟹黃 紅蘿蔔泥跟薑泥做的 應該是紅蘿蔔很甜 其實沒有什麼味道 但是有個甜甜的 可能是紅蘿蔔甜甜的味道 然後因為有勾芡的關係 所以滑滑的 而且完全沒有紅蘿蔔的草味 最多小朋友不敢吃紅蘿蔔啊 你就把它 像我這樣弄成素蟹黃 然後把它拌在湯麵裡面 嗯 吸取得到養分 小朋友吃不出來是紅蘿蔔泥 而且就放在中間很漂亮 他們會喜歡 他們會以為是蛋黃 這道很順耶 很舒服 加上那個冬粉 又有飽足感 對 沒有過多的那種腸味味道 就是香菇跟大白菜的甜味 然後那個冬粉真的是吸滿滿那個糖衣汁 我就加一小時糖而已 其他都是靠食材原本的甜味而已 我還要 你還要 你剛剛吃那個乾燥鍋 好香喔 它真的吸了那個醬油那個醬香味 跟鍋氣的味道 嗯 這湯的顏色上面就是 有一層那種金黃 就是真的很像半蟹黃進去那種金黃色的感覺 覺得過年擺出來超棒 大白菜真的是要一直讓它 然後就也有脆口的口感 那主要它就是滑滑滑滑好像喝湯一樣 有一個注意的 豆腐煎的時候啊 不要翻它 就是等它已經變得有點這樣恰恰之後 它就會自己起來了 喔它會自己起來了再去翻是不是 對 不要 千萬不要去動 你一動它就會破 嗯 它就會 我忘記中文怎麼講 它就會黏鍋 所以記得不要動 就會讓它自己 小火然後慢慢煎讓它自己 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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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今天的年菜特輯丟蛋 我們的蟹黃粉絲堡 就是吃到這邊啦 喜歡這支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訂閱 開啟小鈴鐺 並且分享按讚喔 我們會持續的推出更多的素食料理DIY 我是皮神妖妙的Ruby 下次見啦 掰比 掰掰 後面還有兩集喔 年菜特輯